腾讯体育7月28日去温哥走了,赛场之外穆丽尼奥似乎找到了新的对手。 红军大手逼满人,需要争贯的言论让克洛普颇为不满,两人打起了嘴杖,克洛普表示他人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,就是能够让莫里尼奥勒笑,其实,这件事都算是克洛普挑起的争端。 在16年,曼联8900万英镑买金佛格巴时,克洛普接受采访时,表达了不同的看法,在他闯门将转会记录满足埃利松后,记仇的穆里尼奥,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他表示红军这个再继续要争夺冠军,就此想要用娱乐压力,给利物浦带上一个枷锁,当记者问及这是否是个心理战时,长相扩斯庭审专家,中心理学教授布尔德科洛普表示,是的,当然有点心理战的意味,但是没有关系,我听说莫里尼奥说我很有趣,我生命中最大的目标之一,就是让弱的微笑。 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,如果因为利物浦让他微笑,这很好,我过去曾经说过一些事情,很多已经记不得了,但是我知道我对伯格巴转会的看法,除非有人问我,否则我不会谈论骂脸,但是如果有人问我,我会礼貌的给出答案,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,但是莫里尼奥的话对我毫无问题, 这是个自由的世界,他可以说出他想要的任何东西,希望他为我们的转会而高兴,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着获得胜利。 克洛普还表示,除了曼联之外,曼城,阿森纳,热刺都是强劲的对手,他们需要在球场做出改善,他说,曼联的整容非常强大,未来两周他们还会补强他们的队伍,他们已经非常的强大。 曼城和热刺也是一样,阿森纳,切尔西刚刚更换了教练,但是他们会变得更强大,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改善自己的状况,这就是我们试图去做的事情,但这必须在球场上,而不是在转会市场上。 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展示的东西,这意味着更好的踢球,提高稳定性,给球迷带来快乐,我们是利物浦,我们代表了足球,我只能说,我们将竭尽所能,尽管可能的取得成功,在国际冠军杯中。 接下来利物浦将迎战慢连,赛季前上演双红会,克洛普证实红军新元沙奇里,将在双红会上亮相,他说,我们会看到他,他已经接受了四天的训练,可能会出场几分钟,玩太长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意义,风声飞员的脸则声鸣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